我们要证明终结假派遣 我们要证明终结假派遣 我们要证明 其实长期以来公广都有假派遣的问题 今天开记者会的诉求是希望 董事会做出最后的决议是 让我们200名派遣人员都能够证明 所谓的派遣 它主要应该是短期 也就是临时性的业务 公式的派遣管理办法里面 第一条他自己开中民意就有提到 他应该是阶段性计划型 然后非核心业务的人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200个派遣人员他们在做什么 200个派遣人员里面有记者 有主播 有节目计划 有现场指导 有助理导播 有行政人员 那有的人呢 他们一做就做了七八年 那这还算是临时业务吗 他们所做的都是经常性的业务 其实像我自己虽然只有年资只有半年 但是我的职务已经有长达了五年至久 也就是说 这些都是经常性的业务 而且现在的情形很显然的 跟公式自己制定的派遣管理办法 已经相违背 大部分的派遣人员 都是由公广的主管面试进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经过派遣公司 派遣公司只是我们代付薪水的一个媒介而已 也就是说我们根本就是假派遣 而且在劳委会他现在正在制定一个法案 就是派遣法案 他里面也有提到 倘若你是要派公司面试 也就是说假设我们是公广的主管面试的话 再来说我们就是等同于正职人员 也就是说我今天虽然是111的员工 那我明年要换到东会 但是我一样在做一样的事情 很显然的 从他是经常性的业务 然后还有由公广的主管面试 然后再加上我们都是尽管是换了派遣公司 但是还是同一批人员 从这三年来看 我们根本就是本质上应该就是等同于正职的员工 正职的员工跟派遣员工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长期以来我们所受到的就是同工不同酬 我们长期以来无法调薪 无法升迁 甚至连停车位 停车位的资格都没有 这对我们派遣同仁来说是非常非常糟糕 而且也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派遣的员工在公司占了五分之一 如果没有我们五分之一的人力 如果没有这两百个人 公广集团的运作会不会有问题 另外一个理由可能是节省成本 不过我们也在相关资料里面看到 公事每年付给派遣公司的费用 是这些派遣员工薪资的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有五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费是 对另外支付出去到派遣公司的口袋里面 那我不知道在这样的状况下面 到底公事节省多少成本 公事管理阶层是有必要出来说明说 那他为什么在既不是临时的人力 又没有节省 可能没有节省太多成本的状况下面 为什么要使用派遣 在这样的雇用状态下面 他们的士气会受到打击 更严重的是 我们一直认为说公共电视的价值 是在替这个社会争取更多的公平正义 还有创造更好的媒体内容 可是当他们在为弱势发生的时候 竟然在压迫自己公司里面的弱势的员工 那这样子会对整个公事的价值产生最大的侵蚀 无论是从员工的事迹或是观众的这个信任 社会的信任 还有全体国民的托付来说 工广集团都应该要立即去检讨 而且要终结这种假开情的一个制度 盘点的话其实我们只有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写工作说明书 可是工作说明书这个只是目前我们知道 然后另外有一位董事他自己有公开说他是用约谈的方式 但他的约谈是需要保密的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也不知道 那其他的董事到底怎么样去做盘点 我们完全不知道 我们也曾经行为去要求希望他们说明 但是很可惜的是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然后预计在今天下午就要有结果出来 我觉得哲优那边的这个选项 是完全误导方向的 因为派遣雇用的这种方式 并不是要来惩罚所谓考基比较不好的员工 那这里面没有所谓哲优那边的问题 我们应该要看的的确是工作的性质 然后他整个公司的需要等等的 那所以哲优那边这个选项我觉得不应该出现在董事会的考量里面 那第二个是提到这里面会不会有 真正是非核心而且又临时性的工作 我先从我自己目前看到的状况来说 如果我们说电视台里面最重要的是新闻部跟节目部的工作 那也包含记者的工作 只是从我们看到的这些原额比例来看 新闻部跟节目部的弹性雇用的比例 在公司里面达到大概15%左右 那这样的这15%难道会是电视台里面的非核心工作吗 这个我存疑 那这里面其他的部分会不会有一些真正是临时性的 应该也许我们可以考虑用派遣的方式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不适合派遣工会来回答 应该是董事会在人力盘点之后 他自己要做一个完整的说明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就是绝大部分的派遣 包含我自己访谈的状况 他们无论是从雇佣到后来的整个工作的过程 派遣公司其实都没有在里面扮演角色 这个就不是派遣工作的应该要有的样 因为派遣工作原来是说他属于这个派遣公司 他临时被派去另外一家公司做这个工作性质的服务 但是我们在公司的派遣里面 这些所有的员工所接受的指令都是来自于公司 那派遣公司是负责发薪资 这显然就不是派遣工作应该要有的一个模式 保重基准法里面第九条里面讲到短期性临时性的业务 你可以用定期契约工 那个是一个劳基法的基本精神 不定期契约是一个基本原则 定期契约是一个例外 如果公司店是真的觉得 他有所谓的临时性短期性的业务 他可以用老基法第九条里面去处理 老实讲也不需要用到派遣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择优那边跟所谓的逐步那边 其实都是一个没有办法全部那边的问题 那为什么要择优那边跟逐步那边呢 择优那边好像看起来是有一群人 他比较不太适合他需要被淘汰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是由部分的派遣工来承担 他应该是公共电视整体的人事管理制度 自己有一套制度在处理全体的公共电视的人力问题 他也不应该只是针对派遣的部分 他应该是整体的公共电视的人力都来检讨 但是我觉得公共电视整体的人力的检讨 也不应该是董事会自己来做决定 老实讲应该是所有的基层的公共电视的员工 一起参与一起讨论我们现在整体的公共电视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用人力检讨的方式来解决 不应该是由董事会由上而下自己片面的决定 所以我们认为择优那边跟逐步那边 都不应该是由派遣老公自己来承担 董事会片面的决定 他应该是全体的公共电视的员工 可以一起共同来思考的问题 不然的话只是牢牢互相的挤压 或是基层的老公互相的践踏而已 事实上我相信正职的公共电视员工 可能也工作得非常的辛苦 如果今天没有这些人力的话 或者是有些人力的需求 该有的人力需求被减少掉了之后 可能挤压到就是这些正职的劳工 所以我觉得双方从正职到派遣的劳工 在讨论那边的问题 在讨论人力盘点的问题 他们都有权利应该参与讨论跟决策 不是有董事会片面的决定 那甚至像逐步那边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先后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时间长短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人可以先背那边 有人不行 这个困难点到底是什么 这公共电视没有钱吗 钱跑去哪里了 需要我们一起争取预算吗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应该被拿出来 做民主的讨论 是个总经理领太多 还是高阶主管领太多 我觉得这也应该被讨论 而不是只有用这些基层的员工被检讨而已 所以我会让你与下的谈论 所以我会让你研究一下 这些东西的东西 所以我会让你给你 这些东西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